為我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Poshimia對上不列店的對決 今天這場比賽是阿拉多 Poshimia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Poshimia的能力的話 牠的生旅的科技 有一部分可以影響到村民 例如生旅的跑速跟血量 這兩個科技是會對村民影響比較大的一個能力 再來就是Poshimia它的榴彈砲 是唯一全部遊戲裡面 文明裡火炮是可以升級的唯一文明 其他單位來說的話 比較不怕弓箭手 遠程單位是比較怕的 他的戰車遠方很高 基本上是有點康可遠程部隊的一個文明 大量的戰車配上戰寶兵 Poshimia對上弓兵果的話 來說是非常非常猛的 再來就是他也有大擊兵 所以他打擊兵的話 又可以克制騎兵 所以說他打不攻 或者是不戰矛 來說是最強的 然後再加上這個榴彈砲 好 比較重要的玩法的話 就是還要搭配戰車 戰車的話發揮效果又蠻硬人而已 因為戰車攻速滿 然後也跑得慢 雖然是不怕弓箭單位 但是很怕一些近戰單位 例如騎士啊 或者是投車之類的 好那順帶一提 Poshimia的疾兵 他的額外傷會加25% 所以我會比較推薦 如果想練Poshimia的玩家的話 可以練一下那個 戳戳 跟工兵的一個搭配 會其實還蠻厲害的我覺得 然後再來就是冰工廠和大學 花費的木材是減100 所以他在爬科技的時候 數字是非常非常快的 因為木頭減100的話 那你前期就可以比對手 更早蓋下這個冰工廠 那你科技來說的話 就會更好點出來 再來就是 城堡時代就可以研究化學 研究化學會生炭火槍兵 所以剛剛一開始會說 比較適合打工兵的原因就是因為 你在城堡時代 你的工兵是比對手是多一工的 那個化學多一工傷害器 效果就差蠻多的 所以你打戰矛也OK的 因為戰矛多一工 效果也是蠻不錯的 把這邊怎麼看 褲打起來 看是涼了 好再來就是他 採礦營地的科技是免費的 所以他在挖石頭啊 挖礦啊 挖這種礦區資源來說的話 是比較有優勢一點 所以Poshimia算是一個 蠻進階的文明 所以新手要來玩的話 要蠻注意蠻多細節 因為他的經濟加成 前期啊 木頭跟食物 基本上是零加成狀況 新手的話 很容易在封建時代 或是城堡的時候被打死 這個狀況要比較注意一點 那如果要打的話 我會建議封建打小弓 小弓跟戰矛的搭配是最適合的 因為他的採地 採礦一定有免費科技 所以封建時代的話 打小弓 基本上就是一個優開的開局 好 那稍微講一下 他的團戰能力 就是他的 團隊加成 市集效率提升80% 那這樣子他 造那些 那個叫什麼 貿易車隊啊 或者是 銀行制度啊 工會制度那些 速度都會非常非常快 所以Poshimia在團戰後期來說 算是一個非常優的一個能力 那我覺得Poshimia團戰會常出現 也算是有道理的 畢竟他的那個 團戰可以提升4級效率 然後大後期又有榴彈炮 給的壓力也是非常大 其他能力 長長兵 又可以Counter對方的遊俠 所以Poshimia算是比較適合打團戰的一個文明 但單挑來說的話 他比較適合在競技場發揮 因為他比較容易走到後期 那層出的話 又可以打生旅 生旅加上戰車的一個打法 然後投車 然後再用那個 加跑速 生旅加跑速跟血量 然後又可以回饋到村民上 所以總結來說 Poshimia在阿拉伯來說 並沒有特別強勢 反正是競技場之類的 或是團戰力 比較亮眼一點 喔 今天講集有點長 呵呵呵 突然就畫夾子打開了 好來看一下這個 不列典 不列典應該大家都蠻熟悉的 就是一個弓兵文明 那 他的弓兵呢 是射程裡面 遊戲裡面最遠的 那 最遠的話 他的射程 長弓兵喔 精銳的 可以到12射程 科技全滿的情況下 那 強弩的話是11射程 但他唯一的致命缺點 就是他的射速慢 沒有拇指環 所以如果你要跟不列典硬拼的話 就要可以拼這個 他射速慢的一個缺點 用大量戰矛阿 或者是騎兵喔 直接貼上去硬砍 可能是會比較有一個效果的 好 再來可以提一下這個 吃癢喔 不列典吃癢是有額外加成的 所以他打棒棒阿 或者是打肉麻 前面是有一個 小優開的一個效果在了 但 終究是不列典是攻冰果 所以大部分玩不列典的玩家 是會以小攻開局為多 打肉麻 的情況上比較少 反正是會比較像是那種棒棒出擊兩棒 然後再轉小攻的情況是比較多的 那再來就是他的 銀罐 銀罐就是會增加布攻的一個射程 那劍塔攻擊也會再加2 所以不列典也有防禦劍塔 大型劍塔推這個打法 但效果並沒有特別亮眼 就是有加成 但不會退也強 大概就是他的戰狼齁 那之前的影片我可能有講錯 就是戰狼齁我一直以為是100%命中 因為他每次投這個火炮 命中率非常非常的準 所以我一直以為是加100%的命中率 但之後你去看那個不列典 打那個波蘭 後來那個塔攻的那個影片裡 我就發現他打那個劍塔 好像有時候還是歪歪的 有時候會投不到劍塔 那我才發現有人在效應補充跟我說 那其實也是增加他的 巨型投石機的一個範圍傷害 所以導致看起來命中率好像比較高一點 事實上沒有 所以戰狼齁其實點下去之後 對一團弓兵啊 或是戰狼 或是火炮 或是巨型投石機之類的這種 體積比較大規模的範圍的話 雜區會有範圍傷害 那這其實是非常非常厲害 那我覺得這個能力跟波蘭米亞來說的話 波蘭米亞其實是 counter不列典的 那如果戰狼齁用得好的話 感覺是可以反打波蘭米亞的 所以感覺波蘭米亞的對抗的話 巨型投石機是一個重點 那這邊不列典兩隻小公出門 然後抓到這邊蓋房子村民 應該是不會掉啦 這個距離我拉掉了 應該是不會死 而且知道蠻怪的 好那這邊有一隻殘血的赤頭 不敢過去喔 因為剩三滴 只要一過去就會被射死了 好但是這部攻擊一擊射還沒有好 但是對手 哇波蘭米亞一擊攻一擊防 都已經點下了 那為什麼他可以點這麼快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那個兵攻場 一開始就有減免效果 那這邊填就會撒得多一點 然後自然這個科技就容易判得上去 那相對來說的話 如果波蘭米亞風劍這樣打的話 那上城堡時代可能會輸對手 原來他這邊 戰寶也是吃肉的 那兵攻場一攻一防也是吃肉的狀況下 點的科技比對手多 但是 但是 對手已經沒有在出兵的情況下 可能就會造成一個 城堡上面會輸對手的一個時間 好那這邊三隻戰寶繼續在追 對 那家裡看起來沒有要打封建 這邊戰寶也是造了三隻 就沒在造 那是一個小打小鬧 並沒有跟你要大開戰的一個概念 好那這邊我們加速一下 好這邊圍死 喔差一點被入進去了 好沒事沒事 好那這邊 搓搓加戰寶的一個組合 確實 波蘭米亞風劍時代這樣打是比較厲害一點 哇這個 布列典這個圍是怎樣 呵呵呵 硬要圍喔 但沒辦法 這個還是要圍一下 哇這個三十幾個牧牆 哇這個村民 建造這個牧牆的時間不知道花了如久 有點傷到 布列典經濟啊 布列典這邊大虧啊 那個分數有點慘 但那個慘是因為小宮前面有送的關係 那刺外才是經濟 好再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波蘭米亞也在圍小圍小圍 這邊去打這個殘血的牧牆 想要來進去 但是這邊就補了一個牧牆 馬上在圍 哎喲戰毛丟過來了 哎喲這個AD血的刺頭居然沒死 這個不敲一下嗎 剩3D耶 敲一下 好漂亮啦 一拳打倒 好 直接躺到地上抽 好那這邊 波蘭米亞點下城堡時代 那布列典也點下城堡時代 那我們這邊加速一下 那這邊時代指數大概約三十秒左右 並沒有太大的一個影響 但是既然問題是 對手這邊 波蘭米亞是出殘寶 畢典這邊要轉一些騎士出來打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邊點下了奴兵 然後跟二級伐木 然後三機器直接開 因為波蘭米亞點的TC 在城堡時代開啟是很便宜的 是有減免的效果在 是可以減50%的木材 哇這個減免50%超級多 就代表你蓋一個TC的木材 比你蓋一個兵工廠還要便宜 雖然還要花石頭 以木材消耗量來說的話 比兵工廠還要便宜 也比色金廠便宜 所以蓋TC來說 波蘭米亞點層出是有優勢在 那可以更早比對手蓋下更多的TC 然後爆出更大量的村民 那省下木頭就會拿去撒田了 那只要一撒田撒得比對手快的話 那3TT開局也不太容易會有斷寸的情況 那就比較完美一點了 所以波蘭米亞點蠻適合 喜歡玩弓兵的新手玩 因為他的加成來說 真的蠻適合新手的 高射程 遠射程 然後經濟來說又蠻完美的 PC又便宜 那其實對我來說 不列兵也算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就是他騎什麼都可以打 雖然騎兵沒有品種 比較少一點以外 打輕騎兵來說也是堪用 加減用 那這邊騎士過來 但是這邊疾我會很痛喔 因為這個波蘭米亞戰車 雖然射速慢 但是直接被打到的話 這個傷害還是蠻高的 基本上只要有10台的話 就可以秒掉這騎士喔 這邊打工兵會有外傷害喔 這個戰車打這個工兵很痛喔 但是要打得到 哇 一發就直接半條 威力非常強 所以為什麼說波蘭米亞奇是 counter工兵文明的一個問題 就是在於他這個戰車 非常非常的痛啊 打這個工兵 但是這邊殘血都還是要拉一下 而且這個戰車還可以用村民來修理 還算一個不錯的一個單位 在層數來說的話 可以抵抗不列電的攻擊 我覺得蠻好的 不列電確實也被這些戰車給逼走 然後可以看一下包 找個村民來修一下 唉唷唉唷 拿槌子開一敲啊 有在窮嗎 唉唷有 修得很慢啊 有再修 140級140級的慢慢跳 原來他修這麼慢 要拉多一點來修喔 好但是波蘭米亞厲害的地方就在這裡 你把殘血的拉回去修 然後修一修出來 然後就可以再繼續跟這些奴賓 繼續打 而且血量非常非常多 200滴 200滴的血量跟衝車已經快要差不多的一個量了 好來看一下 這邊 戰車應該在這邊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右邊有沒有圍死呢 有 右邊這邊圍死兩層的話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右邊就不怕被突襲了 那波蘭米亞只要專心在左邊任務就可以了 那這邊的話 層數來說的話應該不會打大城堡時代的開局 應該兩邊還是會專心農 農上帝王時代 然後才會打一個決戰 所以我們這邊先加速一下 兩邊這邊沒意外的話應該也是小打小鬧了 好那這邊不列連 壓力非常大 戰車給的壓力真的是蠻猛的 沒有辦法導到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進攻時機點 那這邊波蘭米亞開下了神堡 想來壓個前線高地堡 這邊投車出來 投車開閘瓦 投車閘瓦 這個波蘭米亞戰車非常非常的快 我們一開始有說 其實他是蠻怕投車的 但是他也可以打贏投車 雖然是比較虧一點的 但投車來說還是在城堡時代 給他的壓力是比較大一點的 好 那來右邊看一下 右邊這邊奴兵 要升為強奴了嗎 還沒有 這邊利用時代還有一分鐘 這邊是點一下戰毛兵跟化學 那化學我們剛剛講到 城堡時代波蘭米亞就可以點了 那這邊 所以這邊會多一攻 5加2 那這邊攻擊 動了二攻才點一下 所以這邊才會變5加3 那待會再上個強奴跟三級射 哇這個奴兵就直接瞬間完全體了 這個這個是 不列顛的不好意思 那這邊波蘭米亞應該是要打戰毛 剛剛看到我升戰毛 好那這邊不列顛直接升上去 5加2 5加2 然後再加上三攻 然後大家就點下 這個單槽學好了 知道他點下化學 也是會變成5加4的一個能力 化學也點了 好那三級攻的 戰毛也點下去了 那這邊戰毛就是3加4 很高速的 就可以變成完全體 非常完美 可以戰毛兵 然後再來再出一點戳戳 防下騎士的進攻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然後當然是兩邊要怎麼選擇進攻 就是個問題 那這邊強奴趕快點 這邊攻兵的量很大 強奴是必點的 如果強奴不多的情況下 就可以考慮轉出長攻兵 但是這邊 打波蘭米亞打長攻 並不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因為對手本來就已經 有一個優勢在 湯特攻兵國的一個文明 所以這邊 專打攻兵可能會有點問題 看要不要趕快轉出戰狼科技 戰狼打這個巨型投資機 跟對方的戰毛兵 也是有個效果在的 今天是範圍傷害 1閘區是200滴 反之對面的火炮或是巨頭 都是有一定的效果在的 但這邊 戰狼的科技其實蠻昂貴的 哇這邊 戰毛掛就被射到殘血了 這個強奴很強啊 3底強啊 但這個城堡應該是要掉了 這邊三台巨頭的話 是很難修回來了 除非要拉到快20隻左右 回來修才有可能修得回來 而且這邊都是滴地 這邊是高地打滴地喔 三台巨頭是很難擋住的 要掉了吧 沒了 沒了 這個修不開了 20 你等一下20吋以上還是會不會拉 16吋 15吋還是沒任法 好那這邊 強奴 開射 但是兩邊的城堡都掉了 原來這邊的拖殼車更多啊 五台巨頭 喔六台 六台巨頭開始反制對手的巨頭之機 開始有點歪 原戰狼還沒有好 所以這個範圍傷害並沒有很好的效果在 但是對手 Koshimia已經轉出了火炮 火炮到這邊開始點這個投石車 跟這個 唉唷 直接半條血 我們來看一下 波西米亞的火炮能不能做出一個很好的一個效果 波西米亞再來一發 頂 喔 再一發 可以嗎 再一發 這個要來打這個火炮嗎 沒打到 唉呀 再一發 掉了 好火炮現在無雙中 沒有戰狼的不列顛 怎麼打這個火炮呢 而且這邊有非常大量的戰毛兵 一直想要往前壓給不列顛一個壓力 而且這邊 波西米亞戰車壓力也是很大 因為這個戰車完全不怕遠程傷害的一個傷害 唉呀 但是被這個城堡賽順點碰啊 連城堡傷害不只是8攻喔 是15攻的一個傷害 唉唷 終於點一下戰狼炮了 那這個不列顛 戰狼一出來之後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好左邊這邊來偷挖一下對手的黃金 那這個野金要來挖 待會就會看到喔 兩邊就會互相對擊 你怎麼在挖我家的金 但是對方右邊這邊 其實右邊不列顛也有野金喔 那應該待會出去挖一下 好戰狼後研發好 那不列顛的巨型投資金 已經來到了頂峰狀態 來看一下投這個戰狼兵會有多好的效果呢 那我來研究一下 那這邊強弩一樣再繼續出 強弩就加減出 然後應該主要還是會升級這個戰狼 升更多的戰...不是戰狼 升更多的巨型投資金出來 然後再轉出一些肉嘛 應該就是不列顛最好 現在目前階段最好的打法 那對手如果轉出場上兵的話 那這裡的強弩就可以繼續抗對手 那肉馬的話就會比對方出場上兵 那造成對方的一個戰狼失衡 然後就有比較一個機會可以去抵抗對手 好那左邊這邊火炮直接被砸爛兩台 哇這個戰狼後OP 好猛啊 這個範圍傷害 增傷 好那對手在家裡看出一個城堡 還在防守自己的金礦 那對手不列顛也想要來挖一下對手石頭 然後選擇在這邊蓋下一個城堡 兩邊都是高地堡 那左邊沒意外的話 應該也會變成一個巨頭對質的一個畫面 好兩邊... 唉唷這邊不列顛轉出了一些衝車 想要來吸引戰矛的一個傷害喔 還有這個胡斯派戰車的一個火力 那這個輕型衝車的選擇算是不錯的 好雖然沒有...雖然沒有升級 好等下升級之後血量會再多一點 那這邊的話防禦還是很高的 來打抵擋這個戰毛兵來說 還是一個蠻優的一個選擇 這邊看一下... 唉唷這個又砸到立法 這個戰狼後真的很猛 好我們主要來看一下戰狼後要怎麼打 戰狼後會不會投到火炮 哇又投到了 但是對手火炮還在反擊 本來的三四台的巨型偷使機 哇又投到了 剩下一台 哇... 巨型偷使機全速倒地 趕快再造一下 那要幫他拉高村民來秀一下呢 好那這邊騎士衝車 是可以來衝撞這個胡斯派戰車喔 傷害會很高 那也看要不能挺得到 挺得到的話效果就會非常好 好那這邊騎士衝車 這對於現在的波西米亞來說是個大問題 因為現在火炮全倒了 沒有辦法對這個衝手 造回運的非常好的一個效果 現在出肉麻 或者是出頭車 或者是防防兵 好多有可能被這個不列顛的 槍子裡射光了 就要來看一下要他怎麼解這個... 衝車吧 好這邊... 巨型偷使機架起來 直接投 哇... 這個... 戰狼兵 損失慘重 再來看看這一坨 哇... 哇... 沒有打到 哇這邊... 強弩損失很多 哇... 倒一堆 這個... 戰狼... 戰狼砲真的很狂啊 直接倒一堆戰狼 這方面實在是太香了 好那右邊這台火炮 唉唷掉了 這個已經不是火炮 是榴彈炮了 那波西蜜亞 升級了火炮諸扣 那這邊... 就沒有太大問題 因為這邊榴彈炮 是有點稍微 counter對手的... 巨型偷使機喔 那前提是這個 榴彈炮又有空跑 就是射完暈發之後 要趕快一直移動 不能待在原地 不然還是很容易被這個... 戰狼的一個傷害打到 因為這個範圍傷害實在太猛 極限距離 可以抽到這個巨型偷使機 但距離同機要趕快馬上反置喔 那這個... 榴彈炮也要在空下才行 這一發能頭到嗎 有空下 有 這次有移動喔 有移動的話... 就沒問題 就可以有效反制 對手的一個... 巨型偷使機的一個傷害 唉唷這個又中啦 哇這個巨型偷使機太猛 這個有走 有走位 OK 那也不是在打這個火炮 那左邊的話也 巨型偷使機開始在對直 這邊... 戰狼有點優勢 戰 因為戰狼的範圍傷害 可以增加這個... 巨型偷使機的命中率 那... 來反擊對手的巨型偷使機 也是效果非常非常好 好這邊衝突在過來 再去吸引這些戰狼的傷害 但是強弩已經沒有什麼太大效果的感覺了 要不要轉一點戰狼 誒誒誒 剛剛講完就轉戰狼了 確實現在要轉戰狼 打這個長槍兵啊 或者是戰狼 都是一個不錯的效果 而且不用黃金 反正對方也沒出馬 對方出馬也不是特別強 感覺不用特別去出強弩 防禦對手出馬的一個可能性 那但是如果轉出戰狼的話 自己要趕快轉出輕騎兵喔 那不然的話 近戰單位還是有可能會解掉自己的... 戰狼兵 那這邊出輕騎兵的話 打這個榴彈炮也是比較好一點 那進去騷擾也是一個核心關鍵 好這邊出兩隻長弓兵 誒 打這個偷襪的黃金的村民 好正面這邊 露西米亞中意識到 自己的榴彈炮才是... 核心 打這個衝車 戰狼 強弩 都非常好用有沒有 好這邊一直打一直打 這樣不列電的兵就會越來越少 來互換來說的話 就會比較虧一點 哇看直接找到具有十兩隻強弩 好三台榴彈炮出來 就可以秒殺一台巨型偷瓷機 再來看一下這邊 巨型偷瓷機 會不會被擊火 唉唷 哇頭到啦 巨型偷瓷機 但是這邊巨型偷瓷機也被換掉了一台 好看一下兩個發 再來換掉一台 自己的巨型偷瓷機 剩下兩台 劉彈炮 不是劉彈炮 不是劉彈炮 有點危險 右邊有強弩在射 但是有拉串 來兇 但沒問題 劉彈炮還是 counter這個巨型偷瓷機的 哇 這邊後面還有一個 哇兩台喔 哇左邊是全倒了 哇左邊的城堡 倒的關係 所以右邊的巨型偷瓷機 跟劉彈炮也過來 哇像戰場開得非常遼闊 然後正面右邊 兩邊都有在一個 進行交換的動作 所以導致這邊巨型偷瓷機 巨型偷瓷機打 那巨型偷瓷機 發生情況不妙 趕快退 看到對面已經蓋馬舊了 這個巨型偷瓷機 不退的話 就要白給了 好那這邊點下了 耕種技術 增加一下馬牙的跑速 但是沒有品種 沒有品種的話 這個血量就會稍微 虧一點 但正面來說 這邊破西米亞 出現了點問題阿 村民一直在往左邊走 這個是一個集結點 然後來挖金礦的關係 因為這邊自己 房子 不是房子 這個叫城牆 城牆已經在左邊蓋了起來的關係 所以這邊只剩下 去左邊的路 只剩這一區喔 但是這一區 又是捕獵顛所剋製的一個區域 哇 這一邊 村民死了非常大量 大概目測死了15隻起跳 這個村民數有點差距了 而且這邊捕獵顛 村民按的有點多阿 按到148村 那經濟上來說 捕獵顛還是非常非常好 肉量有點爆了出來 但黃金有點缺 那點下三級攻之後 應該就可以開始用這個 輕騎兵了 肆意的去刷傷 乳猿了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沒有什麼防禦公式 只有TC在 但還好 裡面的村民不多 所以應該是可以全速 躲到TC裡 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 那再來就是看一下 正面要怎麼打吧 正面來說的話 破西米亞還是有個優勢在了 因為榴彈炮 活著的話 就可以繼續 去客製對手的一個巨型特殊 但是如果壓在門口 又沒有黃金的情況下 這個榴彈炮的輸出效果 就沒有那麼好了 那看一下這邊 哇 榴彈炮又一個打四個戰毛 直接屌虐 左邊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動機 那右邊 這邊 才有三 有四台榴彈炮 走得出來 現在要來做反擊 那榴彈炮來砸一下 砸歪了砸歪了 那居然有在看 再來一發 死前的一頭 唉唷 倒了 在這邊 清奇兵過來開始砍 清奇兵克制勝利的效果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根本不用怕招翔 但是這邊榴彈炮被剪掉了一台 那這邊後面還有四台 又一台走得出來 好 但是不裂點戰毛 量有點少 開始有點危險了 這邊PUSHIMIA 火炮砸戰毛樹 非常快 哇 已經全樹快要砸光了 好 這邊投車 喔 不是投車 巨型投資機 再來砸一下 這個城堡掉的話 門面很危險 沒有城堡的防禦在 恐龍被清奇兵無雙 雖然這邊長江兵出來 也是可以 但是長江兵具是原裝的 防禦攻擊都沒有升喔 這個長江兵 哇 那這邊 雖然長江兵對北列電 新奇兵有加25%的額外傷害 但是沒有升裝甲的話 或者是升只為大疾病的話 效果還是普通通 並沒有特別的優勢的感覺 哇 這邊打出了聚取 玩這個城堡掉了 他就覺得沒希望吧 好 那這邊看一下 兩邊那個經濟發展 兩邊經濟發展的話 都也是一級工 一級伐木跟一級農田 那二級伐木的話 上城堡兩個都是標準式的 以上就點了一個開局 哇 兩邊 這個輪走技術 是一樣的 大概約70%我都點了 然後點完一個輪走之後 再補上一個手推車 經濟就非常好 波西米亞這邊層出 確實有個優勢帶 那普列電的話 手推車反而比較晚點一點 那三級伐木也是 所以這邊 有一段時期喔 普列電是有點點 經濟上有點跟我們太上了 但後期來說的話 我覺得這場 已經不是經濟的問題了 問題已經不是出在經濟上了 而是一個 波西米亞並沒有把自己的 戰毛兵跟 流彈炮做到一個最佳化的流程 還有生旅 那生旅怎麼說呢 是生旅的話可以 法在後面 然後可以去補這個戰毛兵的血量 不要讓自己的戰毛兵 一直在虧損的狀況下 因為畢竟自己 對上槍弩的時候 戰損量會蠻大的 因為自己遇到不列電的話 射程反而就輸 一個狀況的話 那還是要靠這個 流彈炮去解對方的 槍弩會比較好一點 那火炮出來比較晚一點 導致自己 有點處於劣勢狀況 那流彈炮終於有成型後 但是自己的自家戰毛 也打不贏對方 所以導致最後那一波城堡 守不住 那沒有辦法 那推不出去的話 流彈炮也沒辦法出去 就沒辦法去克制對手的巨型投資機 好就是個問題了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狀況 經濟狀況是木頭有贏6000 那食物的話是小贏3000 那黃金的話贏也是贏3000 那再看起來的話就是 確實不可以連自己進去是好一點的 那波西米亞的話 就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後面剛剛講的 流彈炮推不出去 前面的正面部隊太少 戰毛長江兵都沒有用到 最壓狀況 所以導致這場比賽到 中後期來說有點 沒力啦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